第七百八十五集 都随时有陨落的可能 他看向前方 阵法之后有一座小屋便喊道 雪魔前辈 晚辈夜晨 前来请求入灵牌 进入灵城拯救我的朋友 请割爱入灵牌 一股股魔风从四周袭来 风中夹带着倒倒星红的气血 气血引引凝结为人心 一个高瘦的黑袍男人 戴着面具立于夜晨身前 看不清容貌 也看不出多大的年纪 却给人一股深渊的感觉 仿佛凝视他 就是在凝视深渊 他赫然正是血魔山主 血魔山主背后 悬浮出一条血河 浓郁的血腥味遍布山顶 难以想象他到底杀了多少人 他却是唇角勾勒出 一抹邪魅的笑容 细细地打亮着夜晨言道 你身上气血和杀意很强 相当于寻常入神境的战力 而你却是道元境八层天 相比于入神境五层天 你差了十七个小境界 很难相信 你居然能修出超出本境界 这么强的力量 不过我看 你对于道之力的领悟不多 应该修炼时间不长 否则道之力领悟会不少 道之力和大道雏形 主要决定武者的境界 而气血力量和灵魂之力 决定武者的战力 当然 道之力和大道雏形 也能增幅气血力量 诸如寄灭之道 一拳打出 不仅能有绝强的力量 甚至打中别人后 可以消失别人的寿缘 是属于特殊能力了 眼前这个小子 修炼的倒是有些怪异 气血力量这么强 今生霸体六阶 寻常人不到入神境 都修不出这么强大的战力 小子 你身上的气息很不凡啊 你的传承 应该来自于昆仑须的 那几位大人物吧 血魔山主徐徐说道 万道剑尊 陈天离 不灭之主 七叶神君 血七叶 百剑神君 涅百剑 杀戮道君 谁是你的师尊 五位混元境 何道境的盖世强者 皆是坐珍一方的剧情 你得到他们中 哪一位的传承 血魔山主倒是眼睛十分尖锐 直接看出了 夜晨身上的一些特殊物质 比如剑气 比如杀戮之道等等 这些东西实力弱小之辈 看不出来 不代表他看不出来 夜晨却是吓着了 他甚至怀疑对方知道轮回目的 不然怎么可能一口气 说出如此多的师尊 这些人都和他有关呢 这也太可怕了吧 夜晨强行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开口道 前辈 师臣何处无需说 我来这里只为求入灵牌 进入灵城救人 请前辈割爱 此物乃是一柄无品仙器 送给前辈 以换取灵城入灵牌 他取出一柄无品仙器 是当初缴获魏无成的兵器 他以此仙器换取入灵牌 毕竟他也不指望血魔山主 能平白无故地 将入灵牌拿给自己 血魔山主一挥手 一道魔器迸发 将仙器打飞到了一边 声色俱力道 老夫不需要仙器 想要入灵牌 闯阵吧 一百零八阵 按照周天星辰 日月星河 天干地支来布置 你闯得过 入灵牌免费赠送给你 闯不过去 念在你是一千七百年来 第一个踏上山顶之人 我饶你一命 不过 你不可能闯得过 一百零八阵法 便是入神请七八层的人来了 一样闯不过 最终结果 无非是阵法的杀伐之器 生生杀成了血雾罢了 念在当年 他也与这些强者 有过一面之缘 得到过些许好处 他不杀叶辰 前辈 只要闯阵就行吗 叶辰审视着这些阵法 虽然凶险 但他必须去 进入灵城的入灵牌 他一定会得到 对 那你去吧 血魔山主挥手 以魔器 凝结出一块血色灵牌 扔给叶辰道 不想死 捏碎这块灵牌 你可以传送出来 这阵 不是你能破的 叶辰扔了血色灵牌 只身杀入了第一座阵法 周天星辰大阵 以三十六周天为根基 借星辰之力 划行阵法 只要星辰不灭 便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杀出 他进入大法后 周围景物大便 不再是山峰 反而眼前是一片浩瀚星空 脚下是一颗颗赤底星辰 不散发任何光泽 却是无比狭小 只能够攻击自己站在上面 浩瀚星空之中 三十六颗星辰阵眼 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方 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像是三十六颗太阳一般 随之 一阵狂风卷动而出 东面九颗星辰光芒更甚 射出道道光泽 勾动诸多星辰 每一颗星辰阵眼被点亮 全集 星辰阵眼化作一冰冰 神将杀来 源源不断的神将 就像是垂落下来的瀑布 数之不尽 源源不绝 金身霸体 夜晨低贺一声 肉身闪烁赤金色光泽 他双拳护住头部 欲要应接神剑 先试一试神剑的威能 再寻机打爆这些星辰阵眼 要破周天星辰阵法 除非将所有星辰阵眼 打得寂灭 闪躲不行 一旦闪躲 其他三方的星辰阵眼 也会同时爆发 到时候四周 都是神剑袭杀 躲都无法躲 所以在其中一方 星辰阵眼爆发时 必须硬扛 扛不过死 一饼饼神剑袭杀过来 撞击在夜晨的肉身上 迅速断裂 崩碎 近乎每秒钟 就有数十柄神剑撞击 白柄夹在一块 极其恐怖 寻常的入神镜 一层天进来 恐怕抵挡不了多久 便会被当场震杀 差不多了 先灭这方星辰阵眼 夜晨左脚一蹬 借助脚下星辰之力 硬顶着诸多神剑往上 左手豁然轰出 全中佛国 道道金色佛文涌出 逐渐凝集出 一个金色佛国 千万佛陀同时念叨经文 无数的佛文 如若丝带般交叉错落 包裹着金色佛国沿途 撞碎一饼饼神剑 来到东面九颗星辰阵眼之前 佛国窥然爆发出数十道力量 缠住了这些星辰阵眼 爆 随着夜晨话音一落 数十股力量和无数佛文爆裂开来 一颗颗星辰阵眼爆裂 化作无穷星辰之力 飘散在大阵四周 夜晨迅速飞跃而出 显化出寂灭之道 抓住这些星辰之力 勇于道之力的完善 正当此时 其他三方 二十七颗星辰 同时爆发药木的光泽 仿佛是要毁天灭地一般 三柄巨大神剑从三方飞射而出 在星空中 划出一道道痕迹 仿佛是要追随逝去的时间 夜晨刚才动了 吸纳星辰之力时 超过限定范围 其他三方星辰阵眼齐动 爆发出最强的沙发神剑 鲜血飙飞 夜晨肩膀被一柄神剑冻穿 他转身一拳打爆一柄神剑 背后又被一柄神剑冻穿 鲜血挥洒而出 跌落下方星辰阵眼上 磕磕阵眼爆裂 不行 得退回去 夜晨望着东面 仅剩下的三颗阵眼 以及周围三方 袭杀过来的神剑 不得不回到 刚才进入阵法时 站着的地方 只有在那里 才不会受到 其他三方星辰阵眼的攻击 他忍痛拔出了两柄神剑 捏碎后 化作一道道星辰之力 用以锤炼自己的寂灭之道 道之力 不仅可以自己修炼 还可以借助其他力量来修炼 只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 也很少有人能这么做 夜晨是唯一 也是最特殊的 他背后悬浮的寂灭之道 在星辰之力的滋养下 逐渐增长 从原本二百零几米 逐渐增强到二百七八十米 再夺取一些星辰之力 我就能突破到道远镜九层天 东面仅剩下三颗星辰阵眼 还在不断爆发神剑 袭杀夜晨 夜晨一边阻挡 一边观摩这座阵法 这座阵法若非实力强横着 擅闯便是死路一条 一旦想逃 将会死得更快 不逃 虽然会被一方星辰阵眼袭杀 但力量也得不到补充 最终还是会被耗死 难怪能号称周天星辰大阵 如此阵法 非拥有入神境五层天战力不可破 星光之下 无数星辰之力化作常见袭杀而来 如若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强横的剑气冲破重重阻挡 携带着灭士般的契机 要夜晨覆灭 全中佛国 夜晨低贺一声一拳打出 无数寂灭佛文涌现 化作一片寂灭之海 生生湮灭了星辰神剑 他伸出左手 今身再度显化 随即一把抓住当中的星辰之力 勇于锤炼己身 寂灭之道 道之力 此刻寂灭之海显化而出 犹如苦海一般 飞鸟不渡 红毛不服 一切的一切 包括的星辰神剑撞击上去 也只会化作道道力量 增强寂灭之海 周天星辰大阵又如何 四方星辰又如何 岂能绝杀我 既要我闯阵 那我便用这阵增强我的寂灭之道